A00 全民開講 大家好 歡迎收看A00 全民開講 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天台灣非常熱鬧 為什麼? 因為邱毅營委員跑到法務部去踹了一腳 然後民進黨有非常多的反應 今天在立法院繼續在燒這把火 我們可以看到法務部長曾永夫 他就把阿扁 他在龍總裡面生活的情況的影片把他公布 我們發現阿扁所有不抖了 然後還可以跟走的人談笑風聲陪伴他的人 所以到底阿扁是不是真的命在旦夕 我們今天有非常多的討論 我們今天來賓沈陸雄 沈大老 大家好 藍燕 大家好 還有香榮 大家好 還有韋哲 大家好 還有丁守中委員 大家好 對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今天阿扁的女兒陳姓宇到台中 看他整個構成如何呢 看這個花園 上午9點半前總統陳水扁的女兒陳姓宇 前往台中監獄探視父親 針對陳水扁的用藥問題提出之一 之前在北間的情形是所有醫生開的藥 我們後來要去調醫療紀錄 是全部調不到的 所以變成說到最後醫生開了什麼藥 整個做了什麼治療 到最後我們完全就是死無對症啦 陳姓宇表示在北間的時候 陳水扁吃的每一顆藥都無法得知 到底是什麼 現在移間台中也是一樣 經過藥劑師所調配好的藥 然後分餐包 然後一包一包把它包好 那我們同仁呢 照三餐照上面的指示 北間回應每位收容人都不能將藥留在身邊 統一由預防保管 強調藥品控管完全合乎規定 不過陳姓宇除了質疑 藥很有可能被動手腳 更批評台中監獄裴德醫院醫療資源不足 想說我已經給你200多瓶了 你還在吵什麼啦 但是其實我們要的是要一個醫生 來看他的健康 結果沒有醫生 來了一個骨科醫師 我覺得根本就是很荒謬啦 陳姓宇說陪德醫院由各科別的醫生採取輪班制 無法針對陳水扁病況提供專業的醫療看診 陳水扁疑間第四天 女兒陳姓宇繼承志中後第一次前往探視 繼續對外開砲 批評北間台中監獄 讓疑間話題持續發酵 TPP新聞陳書嫻陳盛偉彭新一台中採訪報導 對啊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阿扁 到目前為止他的身份是一個囚犯 就是說這個是毫無正義的 但是今天陳姓宇做了指控 台中監獄的副典議長陳清豐說 培德醫院每天都會有輪職的醫生 當天給扁型的值班醫師剛好是骨科 那培德除了有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的醫生 跟醫療資源協助外 還特別為陳水扁請到台中農總組成的醫療團隊 隨時診療 事實上整個醫療團隊都去看過陳水扁了 已經都去看過了 可是阿扁的支持者郭正典 他今天在他的臉書講 他說阿扁被強行帶到培德那種地方 最好不要吃他們的藥 免得出事了還找不到原因 也沒有事主可以負責 然後他繼續講 他說守方跟義方 才會派人把藥拿給他吃 阿扁很難知道他吃的藥是不是原來的藥 後有沒有被動過手腳 所以你看 就是他們對培德所有的東西都不信任 到目前為止阿扁培德的食物全部沒吃過 現在要他們又是這種態度 沈大佬你看 其實阿扁要離開北榮是遲早的事情 這件事情如果你離開以後不是回家 這個最近這一兩年來停扁 要讓扁回家 這些人當然會反彈 所以這五天一個禮拜 也許超過一個禮拜 會有兩方的拉鋸 我們現在在評論的就是說 在這一番拉鋸衝突的過程中 隨著動作 隨著言行比較過當 比較不得體 剛剛陳信玉 其實陳信玉有好長一段時間 是非常耐熟 今天他原先那個比較兇的樣子 今天稍微出來了一點 郭正典跟陳信玉今天講的 共同一個點就是藥 我覺得郭正典在榮總也滿有地位的 他是呼吸治療科 當然他是深綠的 他是非常停扁的 民間的醫療團隊的成員 但是他今天講這個東西 其實不夠專業 而且真的是侮辱人家 因為你現在人家會給藥的 絕對不是北京給藥 今天給的藥也是醫生的處方 沒有人敢動手腳 不管是法務部 北監 或者是北榮 是哪一個團隊 沒有人敢再要動上 因為阿扁在誰的手裡 誰都怕阿扁出事 顧到白天就是這樣 我講一下 一個在精神科病房的精神科的病人 其實醫界最擔心的是什麼 是他不吃藥 你有沒有看過很多西洋片子 富士小姐給藥給那個病人以後 都給了個水 吞下去以後 舌頭伸出來我看 因為他們都會把藥藏在舌頭底下 不吃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對醫生是有懷疑的 而且他們會怕說 你是要把我搞成什麼樣子 所以擔心的是病人不吃藥 阿扁不吃藥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其他的人給錯藥 或是故意給不好的藥 讓他情況慢慢的惡化 或是讓他慢性致於死 這個可能性是沒有的 我覺得郭正典你可以綠 甚至你可以深綠 你也可以停扁 但是把這個事情想到那個 那麼歪的方向去 我覺得你真的沒有專業的良心 對 但是因為郭正典他認為說 最好不要吃他們的藥 免得出了事情還找不到原因 那要吃水的藥 還是不吃藥 還是要怎麼樣 就是要回家嘛 是 當然是要回家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今天陳信宇跟郭正典醫師 其實他們話裡面也有一些矛盾 假設說我們社會老百姓 要聽這些人的話 或者是說呢 你要北監或者法務部呢 可以聽從一些建議的話 那陳信宇的意思就是說 怎麼才一個醫生呢 要更多的醫生來 他覺得可能醫療的服務 跟照顧還不夠 那郭正典的意思是 根本不要你的醫療照顧 因為我根本不相信你的醫療照顧 所以到底要哪一個 我覺得對於這個扁迷們來說 或是阿扁的親人來說 或許也應該第一個 先歸納出一個意見來 那更不用講說 這樣那個意見 到底是不是符合事實 我是真的覺得 在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除了在北監那段時間 大家覺得非常的群情激態 覺得應該要至少介護就醫 到了北監那段時間 算是陳信宇的家人跟扁迷 相對來說 最可以接受的一段時間 那既然我不懂的地方在於說 既然台北榮總給的醫藥 照顧你這麼的放輕可以接受 那台中榮總都是榮總系統 而且他只不過就是 到了台中而已 還外加一個中國醫藥 學院的附屬醫院 總共14個醫生所組成的 你要由台中榮總的副院長 擔任召集人 為什麼突然之間太多180度大轉變 只因為地點從台北移到了台中嗎 那如果這個樣子的話 那到底是整個狀況 我覺得是不是可以 大家可以接受 那當然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是監獄 這不是醫院 可是問題是 在那個專屬的醫療專區裡頭 至少我們肉眼看到的 他是以一個醫療照顧為主的 看不太出來監獄的感覺 當然你說要有監視器 當然應該要有監視器 所以我覺得對於陳水扁的家人 對於扁迷來說 我是覺得很多事情 大家能夠討論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理論裡來討論 我覺得再一個 沒有辦法接受你的意見 不要送回北監 擔心你會自殺 但是因為沒有辦法 保外就醫的狀況底下 我覺得現在每個人都在引述 周元華醫師的意見 但是你真的把這個4月初 周元華醫生所拿出來的 這個榮總的建議報告拿出來看 他沒有 他不是說只有一個建議說 請你回去居家療養 不是喔 他說居家療養 或者是說去 有附射精神科的綜合醫院 那目前裴德是不是有提供 這樣子的一個附屬精神科的相關的醫療 今天雖然去巡視的 不是一個精神科的醫師 但是他是個慢性病 不需要天天去急診 天天去治療嗎 那所以這些部分 除非他們去直接質疑 目前裴德所提供的專業醫療群 不符合他們認為的 不符合周元華所說的這個醫療專業 那你可以拿這個東西就是認識來批評 否則我覺得大家聽不出個所以然來 對啊 當然因為沒有回家 他們就不滿意了 這個當然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說他們當然希望阿扁回到家裡 但是到目前為止來講 其實是不太可能 可是因為不滿意的話 現在連 叫阿扁不要吃菅義 陳姓宇今天還講一句話 他說在北間的時候 在北間的時候我去看 裡面的雜藝告訴我 你們最好不要吃裡面的東西 就北間的東西是有問題的 所以雜藝這樣跟他講 那現在去培德他一樣 因為培德他這邊是一個台中菅義首屬的 所以他現在阿扁現在東西也不吃 裡面東西也不吃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現在連藥都叫他不要吃 那這個藥不要吃 你如果真正是一個精神變換來講 那是非常嚴重 鄉總 我判斷阿扁就算不吃藥 也沒有什麼影響 有沒有醫生 純粹個人 或者說 你如果真的很擔心藥 你把其中一天的藥 一餐的藥 你把它留下來 你一天最少都好幾場的面會 每天都有一些醫界的朋友 包括你的女兒你的兒子去看 拿給他們看看 這是很簡單的事 就是說我當然不能說 你通通都不要吃 可是你如果懷疑 今天陳水扁如果說 我就硬照留下一天的藥我不吃 我就不相信有人敢 從他手上把那個藥給搶走 不可能 你留下來給他們看一看 那你每天看看這些藥 跟你每天是不是一樣 一樣的就留一份藥下來 然後給你的朋友看一看 天天都可以檢查 因為陳水扁一天平均下來 最少有兩場以上的面會 而且是face to face 而且是可以坐下來 這樣子聊天的 這些我覺得都不難去查證 但是今天在聲援陳水扁的 我覺得你要回到一個 一個基本的邏輯上面 你到底是因為他是前總統 你聲援他 還是因為他是個病人 這個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邏輯 那如果說你今天說 陳水扁重病了 你在談的是醫療人權的問題 那我要很老實講 陳水扁的醫療人權 已經遠遠超乎獄中任何人的人權 而且在全世界所有任何 在監獄裡面 你懷疑說他有生理或者心理 心理症狀的這些 這些受刑來講 陳水扁的標準都已經高出非常非常多 那這是合理嗎 如果你談的是醫療人權 如果你談的說 他是一個前總統的身分 我們就是要聲援他 他就是應該受到一些特別的待遇 那請回到一個一個 政治處理的角度上面來 大家就是很坦然的去面對這件事情 不要只是意圖 用所謂的醫療人權 去包裝扁權 去包裝陳水扁作為前總統的權利 這個是目前最矛盾的地方 所以在陳水扁的身體上面 做文章 老實講 因為我們並不是醫療的專業 我們不能夠談太多 但是如果你懷疑的就是說 這些藥裡面會有問題的話 我覺得你有各種方式去處理 不需要對媒體放話 對啊 其實大家 如果說他純粹就是一個犯人的話 他當然享受都是特權 這個無庸置疑 現在民進黨裡面 他常還加了一點 就是說他好歹是前總統 所以他要什麼就應該給他什麼 就是所有的這些 你都可以看到了 就是民進黨要的其實 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 不是嗎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簡單的說 他現在是 你說是前總統也是真的 你說他的病人也是真的 唯一的不同 是綠營的認為說他沒有罪 馬英九或是藍營的朋友 認為他有罪 那我就回頭來說北榮好了 北榮當初陳前總統 從這個鼠陶要過去北榮的時候 是不是當初他也是不是很信任的 當初說希望說去高一 為什麼法務部 為什麼北監或法務部沒有說清楚 說要尊重他的意願 把高一有沒有把它列入這個選項 為什麼不列入選項 為什麼不列入離家近一點 當初也是對北榮充滿疑慮的 結果後來一段時間以後 他認為說北榮的照顧他可以接受 這疫病關係的建立 這個郭正典醫師說這個什麼 他講說不要吃這個培德醫院的藥 他理由是什麼 因為沒有藥師 沒有專屬的藥師來調劑 這醫藥分業本來就要藥師來調劑 有什麼錯 所以說某種程度 大家從那個時候 從阿扁在法庭裡面被換法官 那個時候開始就已經充滿了不信任 那之所以我覺得要很多事情 慢慢建立起疑病關係的信任 這個今天後來郭正典 就看過培德醫院之後 他覺得他過去的印象 如果沒有看錯這個媒體的報導的話 他覺得他對這個培德醫院 過去的觀感是有改觀的 所以目前為止 如果說將來對醫藥或對照護 對這個裡面的待遇 有一些看法可以接受的話 那慢慢就在改善 大家想想看現在的情形是怎麼樣 是他連上廁所監視器都對著他 說是 大家說243瓶多豪華 監視器對著他上廁所 然後這個三個所謂三個看護 每15分鐘要去回報一次 那是什麼意思 所以某種程度是要讓他 從這樣子醫病關係的建立 是從一個壞的開始 然後從壞的地方開始 有沒有辦法導正 我覺得其實慢慢要經過互動 對啊其實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阿扁我剛剛強調他是一個犯人 前台灣沒有一個犯人不是24小時被監視的 不管你大小便或洗澡 這是必然的 因為怕你自殺 你有一分鐘不看 萬一他那個鐘頭自殺你怎麼辦 到時候說你不是監視他嗎 我講這個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那被監視最久當然是施明德 施明德這幾天他寫了一些文章 那他希望阿扁你好歹幹過總統 希望你跟總統留點尊嚴 那當然他是非常沉痛 他說阿扁機關他也沒有絲毫的喜悅 但是他希望 就是說阿扁你今天所有心中的結 那把鑰匙試在你自己手上 我覺得他寫那邊看了就非常感動 就是一個老戰友 但是今天有這麼多人 包括郭正典醫師 郭正典醫師在阿扁剛住進農總的時候 他們代表民間醫療阿扁的民間醫療團體 對農總也是充滿了不信任 他自己是農總的醫生 那現在到台中 這邊他也不信任 可是我們看 典醫長出來講 培特醫院並不是我們自己的醫師 在看阿扁 是中國醫藥大學 跟台中農總的醫療團隊 那這個是 一個農總又加上一個中國醫藥大學 幾乎可以講他是非常強 不敢說比北農強 至少他也是農總 然後又加上一個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最好的兩個醫院 是啊 台中最好兩個醫院 然後他的藥不能吃 那你講這個 你要棄死那些其他有家屬關在牢裡 那六萬多個人嗎 所以講起來講這個 現在就講這個 讓人家覺得有些不公平 鎖中庸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這個民進黨在立法院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一再的強調就是說 違反這個醫療專業的判斷 你說在這個疑間的這個過程之中 違反醫療專業的判斷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 榮民總醫院的出院的報告裡面 寫得清清楚楚 就是陳水扁所患的眾多憂鬱症 仍然有憂鬱 焦慮 失眠等殘餘狀況 出院後環境的改善 家屬的支持 跟選擇適當的處所療養 對於病情的改善與降低復發風險非常重要 因此建議他安置在適當的場所 譬如說居家療養 或者是設有精神科的綜合醫院 或精神專科醫院 可以列入考量 因為居家療養 因為寫這個報告是醫院的專業 他是醫師 他不懂法律 法律上 我們的監獄刑刑法裡面沒有居家療養 所以說設有精神科的綜合醫院 或精神專科醫院可以列入考量 完全沒有違反醫療專業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或許不知道 陳水扁現在243坪 所享受的獨專屬的空間有多大 這個是我們今天法務部 給我們特別的報告 你看這麼漂亮的花園庭園 他獨享的這個庭園 綠地就佔地150坪 一個人用 然後你看看他的客廳接待室 他有沙發組 有電視影音設備 有布置舒適且溫馨 營造居家治療的環境 讓他有家庭的這種治療情形 然後室內活動面積有39.5坪 適合居家空氣 比我們一般的家庭的客廳還要大 太多了 還有運動器材 還有腳大車 還有震動甩子機等健身器材 然後他這邊還可以設置 會見客人的大型會客室 面對面跟家屬面對面的接觸 他的臥房就9.2坪 我們一般的臥房 家裡臥房那個3坪多一點 他9.2坪對不對 然後這個裡面設置桌椅 書櫃 置物櫃 看護折疊床 剛才講到說 他的這個上廁所沒有隱私 現在給他也改了 有隱私了 他上廁所的空間這麼大 然後他現在用毛玻璃給他隔起來 他在裡面上廁所的時候 只要知道他在裡面 可以看到他人形動就行了 有隔起來這麼大的空間 你看三面通風採光良好 室內高挑3.8米 是這麼好的這個空間 所以說我們在講說 今天民進黨一再的強調說 要說實在就是讓他提早出獄了 就是回家享福了 就是這樣 其他的就是 法律上這個民民 民進黨有辦法 民進黨去修改監獄刑刑法 把裡面加上一條 可以所有的受刑人 如果有憂鬱症的話 可以回家居家安養照顧 看有沒有這樣的情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阿扁這個住的環境 其實大家看了那些照片 一定是非常羨慕 這個不用講 任何人不只受刑人 即使不受刑人都會羨慕 有那麼大的空間 還有一個江南的庭宴 就是說你看那個拱門 是一個原型的 然後上面的立朝 那當然是會羨慕 但是扁家顯然不只這樣想 他認為說你就是要給我出來 要不然 要不然你這些東西 我還是照樣的挑剔 這個挑剔的情況 跟當初從台北監獄移到龍總 那時候的態度是一樣的 我來回應一下 剛剛幾位貴賓來賓的意見 黃偉哲說 過正點是勸他不要吃藥 是因為沒有藥師調剔 而且他講的 而且他講的時候 手還這樣比一下 黃偉哲我告訴你 當今的藥師 沒有人這樣調剔的 因為都是現成都已經是一個交囊 一個騙子 都已經好了 沒有人這樣比了 而且我敢保證 雖然我不在場 裴德在處理這些藥的時候 一定有藥師 如果沒有藥師的話 裴德就失責了 第二點 我覺得這個唐湘龍說 不吃藥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一向猜不透唐湘龍的居心 是好是壞 但是我同意他的結論 我跟你講今天如果阿扁得到的是糖尿病 是高血壓 是心臟衰竭 是積水 他一天都不可以不吃藥 但是今天阿扁所有的 已經建立的診斷 而所帶來的應該吃的藥 不吃也沒有關係 這點我是跟唐湘龍的結論一樣 但是我的出發點 恐怕跟他不太一樣 因為他是深藍的 我是不是可以開示一下藍軒 藍軒說他們反彈什麼 我覺得很簡單 兩個理由 一個因為就是幾個月來 甚至一年多來 這些人要搶救他 讓他回家 短時間內 這個是成為泡影 沒有希望了 你再請外國人來也沒用了 成為泡影當然反彈 第二點你一再強調 說什麼南方的庭院有多大什麼 我昨天就已經講過了 我上個禮拜已經講過了 這個叫House 不叫Home Home要有人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再多的面積 再豪華的東西 看起來比起北龍 是有一點點牢的感覺 這個有一點牢的感覺 這扁這邊的人啊 就不能接受 不是 我只補充 慢慢來 說一句話就好 就是說 他剛剛講的叫House 不 那叫Villa Villa 來 剛剛這個藍軒有說 裡面的這個醫生 移居教練或有精神科的綜合醫院 我們在講專業就好 請問裴德醫院 裴德病肩 是有精神科嗎 是綜合醫院嗎 中國醫藥大學跟王總都有 他被病 他是一個醫療專隊 他不是在中榮 他也不是在中國醫藥學院 他是在裴德 裴德醫院是台中市衛生局 心治醫院 憑藉合格的醫院 目前院內有精神科 神經內科 不是綜合醫院 他是有20個不同層次的專科門診 每週開報45個診次 他不是綜合醫院 韋哲這樣講 真的有點點期待你跳過 歐拉 就是常見在行體上 一定要一個綜合醫院 他就是他綜合起來 有各個門診 都符合陳水扁的需要 但我的意思就是 其實我剛剛講他反彈什麼 當然我們知道他在反彈什麼 沒有自由 他就要回家 但我只問一件事情 我覺得任何對於民進黨來說 你要去爭取陳水扁回家 你要有道理 否則的話你硬是要挑剔 何患無辭呢 目前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對啊 所以如果沒有道理的話 就把華奧部長的門把他踹破嗎 可以這樣嗎 今天在立法院有非常多的討論 等一下也接您的call in 馬上回來 上個禮拜最令很多人吃驚的 就是民進黨的立委邱憶 因為邱憶 大概前半年他得癌症 大家都很關心他 後來他頭踢光了 大家還很多媒體還用這個來做文章 他們在阿扁宜間的當天 跑去法務部抗議 然後抗議 從一樓罵到三樓 然後去踹部長曾永夫的門 結果門就踹破了 那很多人就覺得不可思議 這不是法務部嗎 不是公家的門嗎 但是我們看法務部長曾永夫 他怎麼講 一腳踹破法務部長辦公室的門 民進黨立委邱憶寅 就像動作片的女主角 不過現實生活不是電影 法務部以妨礙公務毀損等罪嫌 將邱憶寅送北檢偵辦 指揮法務部去控告立法委員 這是違反憲政倫理 這也是前所未見的 那身為立法委員 我們這個行使我們自己的職務 我們來監督行政單位 沒關係 辦公室外的盆栽意外被踏破 邱憶寅開玩笑別害他破壞公務 最佳一等 表示當天是不滿法務部長曾永夫 大門深鎖躲起來才會出腳 開什麼玩笑手會躲起來 不要老是以那小人的心態度看待別人 誰是小人 曾永夫一語引起民進黨立委炮轟 當天也在現場的立委質疑 怎麼邱憶寅踹破門 法務部卻以黑金專組偵辦 難道是白色恐怖 他這一踹何罪之友壞門 我覺得他是一個美麗勇敢的天使 暴力的現行犯 為什麼有模糊的空間 為誰暴力啊 為什麼 踹門不是暴力嗎 有對人嗎 邱憶寅一腳引發辯論 是天使還是現行犯法務部 硬起來交給檢察官決定 TVB的新聞王偉帆 陳兩宇台北報導 其實我們做節目有時候很無奈 因為很多事情對或錯 其實一看就知道 但在立法院是可以變的 在立法院是可以變的 你會覺得說這個就是政治 就是說你其實對或錯是很清楚的 我相信家裡的阿公交孫子 或爸爸爸媽交小孩 其實這種是常識 但是邱憶寅今天講 他說馬航九總統前晚表示 法務部現場沒有動作 不表示未來不會有動作 法務部昨天才表態要寒送我 這就是馬航九對法務部 下指導級的名證 儘管馬航九口口聲聲 先是沒有干涉扁案 也沒有任何人會相信 所以邱憶寅很帶重 但是我們知道在立法院 他是有兩邊的意見 韋哲 我看民進黨很多人都出來相聽 獨獨在媒體上沒有看到你 因為我今天主持會議總 董哥你千萬不要分化民進黨 我那天有去 我只是沒有踹 你們去水柚哥你沒有去踹 沒有來得及去踹門而已 這點我可以證明 華偉哲一直很後悔 他腳比較短一點 不是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在情感上我們都要相挺 相挺的意思是說 你為什麼法務部你在整個 所謂的要控告的動作 留下那麼多的問題 而且邱憶寅去踹那個門 其實事處有因 是因為法務部做了一些動作 包括對陳前總統的這個疑間的問題 第二個還包括明明鄭永福就在 他的幕僚不可以說 部長不在何必騙人 第三個你說 曾永福說 我是堂堂正正在部長室辦公 那你幹嘛鎖門呢 人家敲門你也可以應門 你都來個相應不理 當然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那其他南立委 包括邱憶委員 他踹門前起腳 他踹在那個門的骨架上 最後一腳是踹在那個門板上 門板沒有破是掉下來 表示說那個乾脆我們就知道說那個工程是有問題 是 韋哲講得真好 大家都可以看到 民進黨其實大家都聲言 陳其邁說 曾永福的辦公室有一部鎮言法師送的關懷生命中堂 相當諷刺 如果沒有邱憶正義的一擊 沒辦法讓陽光照進黑暗的部長辦公室 趙天林說跟前提民進黨先站 此次雖然確實對立委形象有傷 但立營基層對扁 趙毅非常激憤 然後你又告立委 馬上就建設登上去 蔡黃朗說邱憶這一招 何最之有 我覺得他是個美麗勇敢的天使 葉宜君說今天關陳水扁不夠 還想關邱憶 葉宜君 還想關民進黨所有立委 給你關 馬總統你想關所有反對的立委是不是 其實不只這樣 我今天看了 我剛剛為什麼要講黃偉哲 因為不只他 許智傑說我們當時候去踢的時候 真的不曉得這個門這麼脆弱 就踢了 蔡提昌說邱憶的本力不是要踢門 而是要關注前總統被疑奸的問題 所以這才是問題的重點 然後邱智委立委 他說政府把我們起訴的話 那是要刻意製造對立 所以很多總講法 現代民黨的立委 你不要太晚講 太晚講上面就沒有你挺邱憶贏的這一筆帳 這個是很可怕的 湘龍 大夫說那個門怎麼會這麼的脆弱 那個門如果 如果我的了解沒有錯的話 那個門是陳定南先生蓋的 是陳定南先生時代蓋完了法務部之後 到現在為止沒有人動過那個門 你今天踹破的是當年陳定南 所蓋的那個法務部裡面的門 沒有人去動那個門 你如果質疑那個工程有問題 去問這個陳定南 當然今天如果在裡面 坐著辦公的那個部長叫做陳定南 我不知道陳定南對這個動作會做何感想 會不會像今天一樣 聽到許多的這些綠營的立委 用政治去包裝一個法律的行為的時候 仍然講義正此言 黨同法義在這件事情上面是這麼的清楚的 面對那件事的時候 你進到法務部裡面 你如果要監督在立法院裡面 隨你的變 你今天說實在的 就是說你立法委員如果要用各種的名目 把一個不管叫法務部長任何的部長 你叫到立法殿堂裡面 委員會裡面去練他 去修理他 立法院的十大酷刑 中華民國的十大酷刑 那個其實大家雖然看了覺得很難過 可是大概也都還覺得 那是立法委員行使酷刑的特選 可是今天你是進到辦公室 老實講我曾永福就在辦公室裡 我不見你怎麼樣 我不見你怎麼樣 今天是立法 今天是在法務部裡面的這些 這些助衛警等等的 顯然都有問題 看到你們之後不敢擋 讓你們進來 要不然我曾永福在裡面辦公 我忙我的事情 就算我在開會 我不見你委員怎麼樣 你委員可以這樣子 委員可以破門而入嗎 騙是一種禮貌 只是不想告訴你說 我現在在裡面我不想見你 我跟你講說我在開會 我在幹什麼都OK 你可以懷疑他 你可以再招他到立法院裡面去修理他 葉宜已經講說你想要關所有的 所有的就是反對的立委嗎 反對的立委不會這麼關 但是反對的立委 如果你有違法的行為 當然關 這跟你是不是反對的立委沒有關係 而且你有沒有違法 對啊其實立委不管你是不是反對的 該關當然要關 顏清標也去關 他並不是反對的立委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事情 他下來還是沒完沒了 因為接下來邱怡營會被傳信 那傳信以後一定會有一些動作 然後有相挺的 所以到時候是不是真的會引起對立呢 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民黨立委說因為你躲起來 所以他們才會這麼做 那開什麼玩笑誰會躲起來 那堂堂正正的我們在辦公 哪裡會躲起來 不要老是以那小人之心 在看待別人 我想我們代表的是民意 我們很強力的在行使我們的職權 如果說立法委員監督行政部門 行政部門聽了不高興 就控告立法委員的話 那將來這些我們這些委員如何來問政呢 那部長明明就在裡面 還叫秘書騙我們說他不在 然後還把這個燈全部都關掉 把門鎖起來 到底是誰是小人 原來立法委員行使法 可以跑到部會所長裡面的辦公室去行使 行使他踹門一腳 這個是很特殊 但是曾永福在裡面批公文在批什麼 是不是剛好在批那六個死刑犯的死刑 正在批準 然後有人跟他踢門 當然有人講說曾永福你為什麼不告 其實現在告了 我們上個禮拜五也質疑說 為什麼不馬上提出來要求告 當然他現在民進黨蘇貞昌主席 他說民進黨立委受邀到法務部 法務部長曾永福明明在辦公室 卻關起門來必不見面 然後才會發生踹門的事件 事有先後因果 法務部要把邱瑞瑩寒送法辦 這不是要花剛跟為一博 而是在激烈的地方的方向去走 所以他表示說這種對立你們就要負責 所忠兄 我看到剛才邱瑞瑩在電視上講說 說他這個在執行立法委員的職權 我在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教過比較政府 各國行政立法之間相互的監督制衡 沒有時候跑去暴力踹門 踐踏官署 咆哮叫罵的 連我們在立法院 按照我們的立法委員行為法裡面 都有嚴禁的 在院內你都不可以有辱罵粗暴 人身攻擊破壞公務暴力肢體的動作 否則都要罰減縫 要罰停止立法委員的職權半年 最高到半年 哪裡可以說到官署去這樣提 今天我很詫異的是 你可以看到民進黨 今天所有的委員上去 每一個都講 這個事件說關係的憲政的體制 關係的我們的民主法治的體制 關係的我們的司法尊嚴 此力一開怎麼樣怎麼樣 我起先以為是說 他們要把這種踐踏官署 暴力違法的行為要延辦 結果他說此力一開是 說如果把邱瑞瑩去送法辦的話 那就會影響說我們的憲政體制 影響我們的法治尊嚴 影響我們的司法尊嚴 完全反正來講 民進黨你可以看到 永遠就雙重標準 碰到自己的時候就轉彎 口口聲聲說民主法治人權 一碰到自己人就盲目的護航了 你說貪毒的被起訴的 他就說司法不公 說是政治迫害 現在陳水扁這個 你可以看到明明是一再的介入 我們的立法委員行為法裡面 也規定很清楚 第17條有規定 立法委員不得委託 對進行中的司法案件進行遊說 今天陳水扁這個 進行中的司法案件 既然民進黨就是強烈的要關說 就是讓他出獄 就是回家享福 哪裡有法 沒有法源依據可以說 回家居家照顧的 居家安養的 居家救治的 沒有這個情形 居家怎麼做這些工作呢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民進黨就是 就是完完就是扭曲 曲解民主監督制衡的爭議 對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韋德等一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民眾 他們也看到這一幕 從上個禮拜五到今天禮拜一 他們其實有很多話要講 桃園歐小姐 歐小姐你好 歐小姐 歐小姐 喂 請講 你好 民進黨 被邱議員這樣消費的話 真的是很對很對 魯馬沒有智慧 那陳水扁他已經後國殃民了 現在馬總統是在幫他岔屁股 他又在耍他的小聰明 希望我們台灣 謝謝 其實他的意見已經表達很充分了 桃園的宋先生 宋先生你好 你好 我發表幾個意見 阿扁他進去關誰最傷心 然後第二點有沒有 阿扁不承認錯 違反台灣人知錯認錯改錯的精神 誰最難過 當然是台灣人民 是 對不對 謝謝 桃園的鄭小姐 鄭小姐你好 鄭小姐 你好 請講 你好 陳水扁他們家人 既然要有家的感覺 那就把吳淑貞 陳志忠還有趙建民 通通關起來 那就有家的感覺 謝謝這也是一個意見 維德 來 我簡單的說 其實對於邱瑩營這個事情 我覺得其實 當然法務部有他要怎麼做 我們也遇尊重也依法 不過我覺得其實對於事件的本身 以及為什麼會引發這個事件的阿扁一間的事件 甚至於我簡單的說 禮拜五本來是要處理核四的問題 結果後來有個疑間 然後後來變成 因為阿扁的事情 大家對於核四的問題 好像又有點轉移教練 結果因為邱瑩營的事情 又對阿扁的事情有點轉移教練 我覺得還是要回歸事件本身 對啊 這個事情他的真心真的非常大 你剛過立委是這樣嗎 其實他們都是為了移轉核四 但是核四下個禮拜 這個禮拜就要處理了 還是要處理 逃避不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說詞 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天使跟現行犯的落差是很大的 但是在立法院大家可以用口舌字變得 講得好像莫中於是 你看今天民進黨團 很多人不止幾個 大家都出來講話 但是他們給的理由都非常不一樣 就表示說他們心裡頭其實是有一點心虛 而且也覺得這件事情 即使不是天天大地大也不小 所以但是他們都有共同的基調 就是說你敢衝著我們告我們的話 那這個草野就沒完沒了 就更加劇烈了 但是我必須講 這個立法委員的超乎尋常的行為 到底可以忍受的程度 那怎麼講呢 就時間上來講 有20多年前的朱高正爬上議事台 然後張俊雄打人家耳光 到今天其實這個忍受度是越來越窄了 那就地點來講 剛剛丁委員有講過 在議場內跟議場外是兩回事 所以不管你從時間跟空間來講 趨雲這個是逃不掉法律的制裁 而且議場內都不可以 議場內不可以 因為邱議員曾經打過李慶華 他民視跟刑事都輸了 那這個都已經定案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說這個事情已經這麼清楚了 還有這麼多的講話 所以重點我只想問 這個民進黨真的還想重返執政嗎 我覺得為了跟扁民交代 民進黨可以全黨抓狂 抓狂到快門之後呢 還可以硬拗 我覺得他這個整個的說法 尤其是我非常驚訝 是包括連蘇貞昌都出來說話 就這種說話的方式 明明你們是主動帶人去這個 法務部嗆聲欺管的 你還說說因為他是受邀 還說是貴賓呢 說是貴賓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呢 他不斷的合理化自己 踹民的行為 把所有的責任推向這個國民黨 好像說如果你敢辦我的話 就是你挑起衝突 我真的還看到民進黨 有位立委陳歐珀吧 他說呢 如果你連邱議員都敢辦的話 接下來是你挑起衝突 如果有暴力行為 恐怖攻擊的話 為誰是問 我覺得這種話已經等同於 你在暗示在教唆犯罪嗎 意思是如果說你今天政府 敢衝著邱議員 就要做任何處理的話 可能接下來 就要有恐怖攻擊行動 我覺得這樣一個狀況 對民進黨來說 距離執政是會越來越遙遠的 對啊 其實大家最錯愕就是 意向被認為比較理性的蘇貞昌 既然凹成說 明朗立委是受邀到法務部 其實不是 當天一位法務部把阿扁移間了 開一個記者會 民進黨立委不請 然後自己去 那自己去 覺得不滿意 因為在現場罵 罵了不滿意 就從一樓跑到三樓去找部長 就這樣的回事 從六樓到三樓 從六樓到三樓 從六樓到三樓去找部長 所以他整個構成是這樣 但是大家都很關心阿扁的健康 阿扁到底健不健康 今天有一個錄影帶出來了 感覺上阿扁還滿好的 回來我們來看看發辯 民進黨的立委 十六個人到法務部去踢館 真的把曾永福的門把踢破 那他們認為說 我們這是行使立委的之前 而且我們的主題是 關心阿扁的健康 阿扁被你們整成這樣 已經非常不健康了 法務部今天公佈了一個發言 我們來看這個影片 跨出步伐 平穩向前 法務部公佈前總統陳水扁 在院區裡散布的影片 陳水扁偶爾甩甩手 似乎還會和旁人交談 法務部說這段影片 就是在北榮所拍攝的 而曾永福也強調 陳水扁在這裡 有相當大的活動空間 對比之前 陳水扁踮腳走路 腳步亮腔 差點跌倒 甚至手抖情形 法務部公佈的畫面 陳水扁看起來情況 沒那麼嚴重 從手拍鏡頭搖晃情形來看 拍攝者保持相當距離 陳水扁似乎沒有發現 有鏡頭在拍 民間的醫療團體進去 叫他做一項特殊的測驗 那叫他走路的時候 要墊的腳走 那走的時候當然 走不穩就墊來墊去了 事實上他是蓄意的演出 乾的意麵 台南意麵 支持者探扁帶來一大箱好料 陳水扁移煎之後 至今不敢吃陪得 準備了食物 前一天吃頂泰豐 今天吃得很豐富 不只混沌湯配意麵 還有地瓜葉和鮮渣 陳水扁探扁時活氣不小 還質疑北間用藥大有問題 之前在北間的情形是 所有醫生開的藥 我們後來要去調醫療紀錄 是全部調不到的 阿扁吃的那個羅拉雷胖 就是阿底農 吃那麼久 沒有告知病人 從這裡就可以知道說 根本沒按照作為流程 北榮總醫師郭正典 曾經提到 最好別吃陪得的藥 法務部還說要尊重專業 但卻不採用北榮建議 這回還出示自拍畫面 至於有沒有侵犯隱私問題 曾永夫沒有正面回應 TVBS新聞台北台中綜合報導 大家可以看到他這個畫面是阿扁並沒有手朵 平良心講就是以畫面為正 但是因為他們講阿扁的情況很不好 這個日期其實是很有玄機的 為什麼 黃黃雄間尾他曾經公佈那時候阿扁 然後就是那個大家看到阿扁 踮著腳那個畫面 後來其實法務部他每天都有錄 所以當大家在講阿扁不好 他今天就 我乾脆就公佈一個給你看 他有這樣的用意 我簡單說 這個畫面跟我們差不多一兩個月前 所謂的這個水果日報 差不多公佈的這個照片 或是說一段影片 有什麼差別 這個東西我不意外 所以我覺得其實某種程度 我先來講隱私權 當初拿出阿扁的診斷證明書 陳志忠拿出診斷證明書 大家在講說 家屬有沒有權利去公佈 阿扁的這個診斷證明書 結果現在法務部就可以自己 去公佈阿扁的這個所謂 不管是剛剛講 因為記者說好像是在阿扁不知情的情況下 偷拍的 你可以這樣做嗎 第二個 他這樣子在戶外走路 好像還沒有這種搖搖晃晃 就代表他是OK的嗎 這是專業醫師的這個評斷嗎 所以我覺得法務部公佈這東西 是有政治目的的 最後一個 曾永夫當你講到立委 踢門的時候 他不是講堂堂正在辦公 不要以小人之心度 度君子之父他沒有講出來 這是以什麼之心度什麼之父 對啊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法務部今天公佈 因為法務部過去一直被立委相機 說你就把它公佈嘛 其實那他今天真的公佈了 扁辦馬上出來講話 扁辦說你公佈影帶 並沒有獲得 陳總統或他的家屬同意 清亂的隱私錢 我們會找律師 來告你違法獨資 第二個呢 他譴責曾永夫跟國民黨籍的立委 無視北龍的專業診斷 利用影帶 屋子陳總統裝定 令人不辭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法務部的動作 還是會引起人家的批評 索中兄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法務部 他對於所有的受刑人 事實上他連在面對他的家屬 在答話或問話在訪問的時候 全部都全程錄影的 陳水扁這麼重要的人物 他在獄中有個閃失的話 那有什麼得了 何況你要去陪同他的人 要跟他會面的人 在他在院子裡面談什麼 當然都要有所監視 免得到時候發生什麼意外 或是傷害的話 到時候誰負責呢 當然是全程錄影的 否則的話 他為什麼連上廁所過去的時候 都有監視性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會公布 那就是因為民進黨一直在扭曲 把這個民間團體進去了以後 要求陳水扁做一些高難度的動作 當然高難度動作 踮踢腳來要走路 當然會有一點微微點點 那種鏡頭黃黃球把它公布出來 造成外面以為了解說 陳水扁病得很嚴重 今天這個是在呂學章委員講的 說他們外面都搶得 傳得這麼嚴重 你們的事實真相是什麼呢 他說我們對陳水扁的生活紀錄 都有紀錄的 他就說你公布一段 他們就公布一段 這種情形 所以完全是合法 在立法院受立法委員要求質詢 立法委員在代表人民執行監督的責任 而且對這個事情說有爭議的時候 要了解真相 那法務部公布真相 真相是這樣的情形 那民進黨就跟他面對 黃黃雄公布了是2月17號 那法務部這個2月19 這個其實就是剛剛黃偉德所講的 就是一電視那時候去拍的 那他播出來 因為我們不能用他的畫片 所以我把他裡面用蘋果綠包的講話 他說他播出1號跟24號 這個24號 阿扁在北龍放風 影片中阿扁不華陳曼 傑務員貼身跟著 並沒有手抖跟走路亮槍的情況 然後他還說走了半個小時走了13千 不華緩慢 還跟傑務員的比手畫腳 所以這個是整個構成相容 當我們看到的畫面 不管是黃黃雄公布的 或者是說北龍或者說法務部公布的 他終究是一段 那對一個病人的情況來講 他也有可能在一天或者在幾天之內 他的一些表現會有一些不同 他就要更長的觀察期 那我覺得不管是監察院的這些影片 或者是說今天我們看到的法務部公布的影片 他當然都有一些政治操作的目的在裡頭 這些其實都不可取 但是重點就是說 因為之前有了黃黃雄的那段的影片 因為這段的影片所引起的解讀 而且黃黃雄他們在公布影片之後 對那一部影片當中陳水扁的亮相 並沒有做任何的解釋 只是試圖大家看那個影片 讓人家產生一種錯覺 現在陳水扁連路都走不了兩三步了 因為在那種背景下面來講 所以就不斷的去渲染這種的感覺 好像阿兵都不斷了 阿兵連騎就騎 騎不得好 這種情況下面經過了 大概一兩個月的時間了吧 今天法務部去公布這個引帶 我可以有一些有些基本的立場 他們理解說他沒有辦法 他萬不得已 他要解釋就是說 為什麼陳水扁沒黃黃的解釋 就連站都站不穩 都不斷了 他會說他當然應該要保外就醫 我沒有讓他保外就醫 我總有一個說明出來 這個說明 那個畫面就是說明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在選舉的時候 選將公布胡志強的健康狀況 被人家講成什麼樣子 現在對照起來 我覺得現在關鍵在於說 其實我也覺得說 他這個公布引帶 需不需要一般正常的狀況底下 需不需要經過當事人 或者家屬的同意 但是就要講到說 好 我覺得今天這個免賣要告也很好 重點在於說 就是剛才蕭榮特別挑 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那麼多的一些影片 一副看起來就是 你今天陳嘴扁的家屬 今天陳嘴扁的支持者 可以出來講你們那一套 講了那一套以後 試圖用口頭 找不去說明 都沒有用 而且還不只說 到底是不是看起來 連路都不會走 前兩天白傳說要自殺嗎 結果這個北監也出來幾次說 沒有要自殺 他那天聽到說要轉院之後 他要求打一個電話 給李元花的主治醫師 然後就回到他的監所裡面去 去看電視 然後去上床睡覺 完全沒有自殺的跡象 可是問題是你看到 陳嘴扁的家人出來講 通通都說要自殺 對 這種類似情形 你逼著這個法務部 就好不出 沒有一個畫面沒有說服力 我只要一句話就好了 簡單就一定在立法院 改開秘密會 是 沒關係我們很多觀眾在線上 高雄劉小姐 劉小姐你好 你好 其實之前應該是在立法院 不應該到法務部去五五公譜 第二個 錯誤的價值觀 做錯事還硬拗 是 如何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好台北曾小姐 曾小姐你好 是 曾小姐 喂 是 請講 那個 我們大家都是2300萬人分之一 陳水扁他現在已經不是總統了 為什麼他換了法不用關嗎 台灣沒有法紀嗎 那一些停扁的 那一些立委 那個民進黨的立委 還有停扁的那一座人 好 謝謝 我們再接一下高雄的吳先生 吳先生你好 因為他在立委率播民進法務部的大門 結果民進黨還來合理掩飾他們的罪行 這就是民進黨一貫的作風 請大家未來 新北市葉小姐 葉小姐你好 喂 邱昱雲不應該去踹曾永福 要踹馬英九總統的門 馬英九在決定一切的 你是不是知道 馬英九是 好 我覺得兩個錄影帶全然不同 但是還是各自一詞沒有一個真正的答案 我在這裡做一個建議 我覺得法務部一定有每一天24小時的錄影 那就做一個量的分析 然後把這個分析的報告 就是說24小時裡頭 阿扁有多少時間在抖 有多少時間不抖 然後把這個報告私底下 給陳志忠跟陳迅瑜看 私底下給沒用 他不配要罵你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台灣人還要忍受阿扁 他的這些相關的新聞 還有後續的發展 還要忍受多久 施明得獎 阿扁 你要讓總統這個位置有點尊嚴吧 我們今天謝謝你收看 接下來新聞會總會 您現在收看的是